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非常謝謝天玉精采的介紹 就是我跟她其實就蠻有緣分的 就是我們上一次見面是在一個 算是要上市的大公司的實習的場合 對 結果我們都進第二階段 然後我跟她分到同一組 但結果都沒上 對 但非常會在這裡遇見 嗨 大家好 我是楊昌達 現在是一位在學的大師生 不知道這邊有大師的同學可以舉個手嗎 哇 那麼厲害 我大師還在聽演講 太厲害了 因為我一般來說我都是坐在最後那邊 然後開始玩夢幻家園 開始打荒野亂鬥的那一個 大家是因為通識學成有需求才來 還是因為就是對環保這個議題 真的非常感興趣才來的 有人是對環保這個議題真的非常感興趣來的嗎 我可以看一下嗎 喔 那邊同學我看到你們辛苦了那邊男生 非常辛苦 是通識的關係才來的嗎 為了學分數 是嗎 好 沒關係我直接進入介紹好了 對 就是我的整個人生其實過得蠻平淡無奇的 但是就在23天之前迎來了我人生的第一個轉捩點 那就是我的帳戶中多了100萬 是的 沒錯 我與我的團隊成立了一個23的團隊 然後負責做一個道府收益的衣物循環處理系統 然後成功在募資上面獲得百萬元的贊助 並且讓超過1200位的民眾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 一起試著改變這個世界 做一些小小的環保舉措 而在深入探討之前 我必須先與大家聊一下環保這件事情 大家有人認為自己在平常的生活中 有在實踐環保這件事情的 可以幫我舉個手我看一下嗎 平常生活中就有在實踐環保的 哦 謝謝 看來人數沒有到很多 大家會覺得環保離自己很遠嗎 因為以我的經驗來說 就是我之前也真的對環保這個詞沒有什麼概念 我一直覺得環保離我非常的遠 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一件事情 做起來非常的麻煩 但是後來轉念一想 發現它可能也是有不一樣的一面 讓我來看一下現在國際大廠 他們在環保這件事情上在做什麼 左邊這邊是Nike Nike大家都知道是一個非常有名的運動球鞋品牌 而它的氣墊更是非常的舒適 以及非常好的回彈力 但是有個缺點就是 他們的氣墊是不可分解的材質 所以Nike他們的社會企業部門 他們就做了一個企劃 就是把所有使用過後的Nike氣墊 廢棄的Nike氣墊回收起來 透過他們的打碎 熱熔等專利處理之後 再製成一個以回收氣墊做成的橡膠底 放在新的球鞋上來進行販售 將一個原本的廢棄物重新變成黃金 左邊這個不知道大家看得看不出來 就是IKEA他們的宣傳圖 IKEA大家想到的可能是好吃的肉丸子 寬敞的逛街環境 但是我那時候在逛IKEA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是一桶碎玻璃 放在塑膠桶裡的一桶碎玻璃 我那時候第一想法是 幹 這也能賣喔 但後來轉念一想 欸 好像還蠻酷的 IKEA他們製作什麼 他們製作鏡子 製作衣櫃 製作衣櫥 製作窗戶門等等的 那生產過程中勢必有非常多 有些微瑕疵的玻璃 因為品質不良而碎裂 但他們並沒有被倒進垃圾桶 而是經過他們的加工之後 變成一個叫做碎玻璃裝飾用品 在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蠟燭下面 這放的就是他們的碎玻璃裝飾品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這些大企業在做的 無非就是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並為其賦予新的價值 那這件事情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會很難被實現 很難被達成嗎 其實 大家其實轉念一想 我相信不只有我一個人會這樣做 就是有時候 口渴的時候 我們會去7-11全家 買一瓶20元的礦泉水喝 而喝完了之後 這個空瓶並不會直接扔掉 有時候我們會在下課的時候 拿著空瓶去那個飲水機那邊 我們再裝一壺 再來回來之後慢慢喝這樣子 對 那這樣子是不是 將一個原本只被視為 一次性使用的塑膠容器 給了它再一次重生的機會 把它當作一個水壺來使用 賦予它的一個新的價值呢 這是不是也是環保的一塊 所以環保這件事情真的不會離我們很遠 我再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大家身邊一定多多少少有二手的衣服 就是自己穿過的衣服 然後不太想穿了 要怎麼處理 大家會是選擇直接丟進垃圾桶呢 還是不會直接丟棄 而是選擇透過救於奎收箱捐給慈善機構 或者是轉贈給親友的方式來執行 如果是後者的話 可以請你舉個手讓我看一下嗎 還是說大家會直接丟進垃圾桶 我希望大家可不可以給他們一些掌聲 對 因為他們 不好意思 沒有掌聲 因為他們其實就是一個衣物循環 衣物環保的參與者 他們可能會覺得 我只是賣個衣服 買個衣服而已 我參與到什麼環保了呢 但如果我這樣說呢 你生產一件純棉純白的T-shirt 需要消耗2700公升的水資源 這個水資源的量 夠一個一般人喝三年之久 而你知道嗎 全球廢水排放總量中 光是衣物製造過程中所排放的 就佔了20% 而且這還只是一件純棉純白的T-shirt 如果有染色加工流程呢 如果加了一些化學的聚酯纖維進去呢 全球的探足機中 有10%是在衣物製造過程中被排放 全球的化學用品中 有25%是在衣物的製造過程中所被使用 當大家看到這些數字的時候 你們還會覺得 你買一件二手衣物 你賣一件二手衣物 跟環保這件事情完全沒有任何關係嗎 因此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環保這件事情 其實離我們非常非常的近 我們其實日常生活中 潛意識下就會做這些事情了 像是我拿一個椅子性的水壺 我去再裝一杯 再喝一次 這就是一個環保的事情 但是它有時候會因為商業的關係 被那些品牌包裝得太過高尚 讓我們誤以為 它離我們非常的遠 我遙不可及 我摸不到它 但其實這樣是不對的 我們應該要讓大家知道 環保這件事情離我們很近 就在我們的身邊 所以我們只要可以給它一次機會 讓它試著走入我們的生活中 這才是一個面對環保正確的方式 而大家剛剛看了那麼多 衣物所產生污染的數據 這邊就不得不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個數據 就是根據旋轉拍賣 大家一定聽過 旋轉拍賣他們統計的數據中顯示 全台灣平均每一個人的衣櫃裡面 會有七件品質良好 但是卻穿不到的閒置衣物 那我們可以算一下 如果全台灣有2300萬人 每個人有七件衣服 每一件衣服可以節省2700公升的水資源浪費 這樣算下來的數字是新算 我目前算不出來 這是非常大的一個數字 對 那為什麼這個數字那麼龐大 卻沒有人去解決它呢 這個還得從我們台灣的 目前二手衣物處理管道來說起 目前台灣二手衣物處理管道 最常見的是這兩種 第一是就衣回收箱直接拿去回收 第二是它透過像旋轉拍賣等平台自行出售 而就衣回收箱面對的問題是 之前其實就衣回收箱是個非常好的處理管道 它可以把民眾不要的衣物轉銷給東南亞 轉銷給中國 讓這些衣物重新再次進入我們的時尚的衣物循環 讓東南亞或中國的人們穿到我們的衣服 這是就衣回收箱之前的狀態 但是近年來 由於中國那邊的成衣製造產業的發展 非常的快速 讓他們從一個二手衣物的進口國 變成了一個二手衣物的出口國 所以他們出口衣物量至大 已經嚴重擠壓到了台灣的份額 進而導致台灣的許多舊衣回收廠 他們的衣物進來之後 沒辦法再進行轉售 而得要往更廉價的地區 像是非洲等地區進行銷售 而根據統計有70%的衣物 舊衣回收箱的衣物 最後其實是進到焚化爐被焚燒的 只有30%最後會被捐到非洲 或者是慈善機構的手裡 緊接著讓我們看一下自行售出 會有什麼問題 大家知道我們每個人 不可能每個人都是一個專業的賣家 所以在自行出售上就會遇到許多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會是視覺觀感的問題 像是一個做成衣品牌 像是ZARA等等的牌子 他們在拍衣服的時候 他們有專業的澎湃道具 專業的背景 專業的燈光 專業的model 讓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每一個衣物的細節 進而了解這些衣物背後的設計師語言 但是我們一般人要自行銷售的時候 我們有辦法做到這些事情嗎 我們想拍出這樣子的畫面 但是最後拍出來其實是這樣子的 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 在一些二手衣物的那些學校的交流板上 都會看到這些衣服被拿出來進行販售 但是你知道它只要換一個背景 用model來穿 換一個不同的燈光牌 它就可以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質感 完成不同的成效 所以自行出售衣物 除了在感官上面有這樣子的問題之外 在實踐以及精力上也相當有考驗 就是我要負責一個衣物的定價 我要負責一個衣物的名稱 我要負責一個衣物的詳細介紹 它適合什麼季節穿啊 它的材質是什麼啊 甚至我還要處理物流 我還要處理客服的問題 非常的麻煩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導致大大減少了賣家 想要自行來出售衣服 自行出售衣物這樣子的一件事 也因此 我們的平台應運而生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大幅降低加入 販售閒置衣物的門檻 來提升閒置衣物的流通量 我們分為五個步驟 這是第一步 也是想處理閒置衣物的人 唯一需要做的一步 他只需要上我們的官網填寫捐衣表彈之後 將通過審核的衣物 放到樓下的社區警衛室 就會由我們團隊專人道府受益 緊接著 根據我們一萬兩千余份的問卷調查顯示 人們在購買二手衣物時 最擔心的點就是衛生疑慮 因此所有衣物在回來之後 第一步就是會先經過紫外光消毒 以及引力紫殺菌 來大幅降低民眾 對衛生疑慮的看法 第三步 蓬拍上架 這些衣物經過消毒之後 會有我們專門的model 進行蓬拍上架 而我們會有專業的攝影機 穿專業的燈光 專業的背景 幫你架好 讓你的衣服可以體現出 它最原本最純粹的一個樣貌 而第四步就是 只要當你的衣物售出之後 你就可以獲得40%的現金回饋 而當你的衣物沒有售出時 你也不用擔心 我們在兩個月後會替您將這些衣物捐贈至慈善機構 讓您的衣物有個透明清晰的管道 而不是像之前一樣石沉大海 衣服丟出去就完全不知道去向 我們想做的事情 其實不單單只是增加二手衣物的循環率 循環的數量 我們更希望的是改變大家的看法 改變大家對二手衣物的看法 這是我們官網上二手衣物的圖片 我們目前已經收到了近200位民眾所寄來的包裹 我們一件一件上架 目前已經上架了800多件 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們每一件衣服呈現的方式都會是這樣 但是大家其實對名詞一直有個誤解 就是大家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 脑海裡就會有一個想像 就有一個畫面浮現 我舉個例子 像是我們說到中藥金燉豬肋排 左主廚特製廣式沾醬 大家腦海中浮現什麼 可能是一個白色陶瓷碗裝的一碗湯 中間一個豬肋排 浮著一塊人參 對不對 然後旁邊一個白色陶瓷的小碟子 裡面裝著一個特製醬汁 但是如果我跟你說 這就是藥頓排骨的話 你會有什麼想法 腦海裡的畫面馬上變了 變成士林夜市 然後灰夜市那種畫面 就一碗紅色的塑膠碗 一碗四個肋骨插在那邊 然後旁邊一個小小的紙 然後上面沾著醬 就是其實東西是一樣的 但是不同的名詞 會帶給大家不同的看法 像是大家聽到鼓著這個詞 大家的想法就會是 這是一個穿搭潮流 這是一種穿搭的風格 但是聽到二手一會 其實這兩個本質是一樣的東西 但聽到二手一就會覺得 哎呀 髒髒的別人不要的 這就是大家對名詞的誤區 也是我們希望改變的一件事情 改變這件事情非常的難 非常非常的難 但我們認為我們還是有辦法做到 為什麼 問大家一個例子 當大家 你們會願意使用一個陌生人 使用過的二手毛巾嗎 我看到有些人開始皺眉頭 對 當大家開始皺眉頭的時候 但是你知道我剛講的這個東西 就是五星級飯店裡所提供的毛巾嗎 五星級飯店裡所提供的毛巾 就是一塊別人使用過的二手毛巾 沒錯吧 但為什麼你會使用它 是因為五星級飯店 那個民宿 那個Airbnb業者 它的背書 它讓你認為說 這個毛巾有了 它的背書就足夠乾淨 讓我可以讓它去擦拭我的身體 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在想 二手衣物產業 如果可以有這樣一個第三方機構 出來進行背書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改變些什麼呢 所以希望大家之後 在購買二手衣物之前 可以先想一下 如果你願意使用一條 別人使用過的二手毛巾 那你有什麼理由不願意 去購買一件二手的衣物呢 其實在環保這條路上 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小小的一個星辰 我們沒辦法做到像Nike 像IKEA那樣非常大的影響力 我們真的去改變些什麼 但是我們知道自己的力量很微小 但是我們還是要持續的發光 我們並不是希望 我們的光芒要照亮整個世界 而是因為當大家在一起做的時候 然後在黑暗中 這些點點的微光 看上去會特別耀眼 謝謝大家